上周标普百和纳指创下6月下旬以来最差的一周表现 而新的一周三大股指走高 科技股高开高走 纳斯达克100指数回升至关键技术未上方 升破50日移动均线 Wedbush股票研究主管Dan认为 经过前两周这一轮抛售 目前是绝佳的买入机会 预计未来6到9个月 科技股和龙头公司FANG会上涨20%到25% 同样持乐观态度的还有高盛公司 其策略师预计标普百指数到今年年底将达到3600点 到2021年中期将达到3800点 据预测到2021年第一季度 大规模分发疫苗的可能性已经飙升至70% 经济数据显示正在持续恢复 各股方面特斯拉近日大涨12.58% 股价重回400美元上方 投资者和分析师开始关注下周该公司备受期待的电池日活动 苹果公司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下午1点 举行今年的秋季新品发布会 若新品喜人 或许能给近两周股价下跌的苹果 带来一波上涨的动力 今日股价上涨3%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